大家好 今天是2月3日星期五 股市今早進一步反覆 而且恒指進一步跌出20天的平均移動線 待會再作分析 我們先看看指數 今天早期恒指先低於147點 去到21811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拉距而回升上21820 但沒有法指再推進 買盤不足之餘 所以沽壓也滲滲湧現 結果大市跌下多些 跌下又多些 按照今早的收市為止計 指數已一度低見21459點 相對昨天收市跌了499點 當然在這一刻指數反覆再進一步跌穿20天的平均移動線 大家要留意的是 10天線現在在2024點左右 好像想回頭的形態 至於20天線現在在21690點 假設以收市那一刻指數 是低收在10和20天線下下 大家要留意的是 第一 市本來在22000左右 拉腳反覆是屬於高台整固和消化 但當它跌穿10天和20天線 就不是高台整固和消化 是一個調整市 所謂的調整市 就是要計算數 到底升了多少 要回多少才是合理的意思 說真的 說真的 由去年10月31日的低位14597 一直升到今年1月27個高位22700點 12個星期指數也升了8103點 既然屬於一個調整市 很多人說調整0.318 或者調整318.8% 甚至乎調整3分1 就當成3分1 如果調整3分1 意味著指數 是會有機會進一步下市 21000甚至乎20,000點的大關 剛才我提到10天和20天線失手 只看移動線方面 另一個防守性據點 就要退守到250天線 大概在204點 所以暫時任何短手部署 大家不要急不要用 再計算時間 升了12個星期的市 一旦進入一個正常的消化和整固 斷股也不會兩天 不要太長 我就當你2至3個星期好不好 即是由1月27日開始 這樣計算2至3個星期 意味著市在2月中之前 都會比較反覆 即是現在這一分鐘 都仍然是2月3日 還有一個多星期的時間 我們當然不要急不要用 等我試調整整 到時看看情況是怎樣 才會在座部署 順帶一提 市當然是一個牛市 但牛市當中 都會有調整市 有人問到現在是否牛市二期 老實說 如果牛市二期 代表恆生市 跌穿了所有平均移動線 便有機會儘量牛市二期 但今天只是跌穿10天和20天線 我就當你牛市一期的調整 調整過後 可能還會有機會再進一步向上走 所以不是一跌少少 便覺得這市是牛市二期 我想大家都給一點時間 去看看大市的情況 順帶一提 技術上來說 市由14,597 到22,78 大家不覺得 升勢太過肆嗎 所謂肆的意思就是 步伐比較急 的確是急的 包括內地的 防衡政策 中港兩地邊防解封 其實多或少 市場已經反映了 只不過升完之後 無以為計 現在出現一個調整 但基本面已經轉了強 經濟前景亦可以提高日市 所以大市 就算真有心少少 可能只是出現一隻左腳 再找一隻右腳 後續市始終還是看好 不過現在這分鐘 我們先行按兵不動 靜觀其變先 好 大家好 今天是2月3號 星期五 股市今天早上又在反覆 而且恆生指數曾經一度是跌圈了 二十天線 我們等一下再看一看 先看那個指數 早點恆生指數先低開 一百四十七點到兩萬一千八百一十一點 往後曾經輕輕的回升到 兩萬一千八百二十點 可是沒有辦法再推進 原因很簡單 買盤不足夠 還有 顧盤也不斷的出現 結果 在今早曾經一度 一步一步的下調到 兩萬一千四百五十九點 才停步的 這分鐘相對昨天收視來說 是大幅度回到四百九十九點 當然 指數經過了這段時間的反覆 在這一分鐘 恆生指數已經是跌圈了 十天跟二十天線 大家要留意 十天線現在大概在兩萬二十四點 而那個二十天線大概在 兩萬一千六百九十點 要是說指數在收視的時候 真的是低收在十天跟二十天線以下 等於說在移動線方面看 在今一步往下視的一定是兩百五十點線 兩百五十點線大概在兩萬零 兩百點左右水平 好了 經過今早的明顯的反覆 這個股市的走勢已經出現一個先高而後低 指數暫時來說是從昨天二號的高位 兩萬兩千三百一十一點 微調到今天早上的高位低位 兩萬一千四百五十九點 等於說這個月的波幅已經有八八五十二點 由於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是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兩個 交易天之內 還有八百五十二點的波幅也不可能 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那等於說只要先高後低的走勢不變的話 指數還是會進一步往下尋找更低的水平的 現在看起來股市經過了這段時間的反覆之後 從走勢方面來看 可能會出現一個明顯的調整的 我們退一步看一下 從去年10月31號的低位 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七點 一直上升到今年一月二十七號的高位 兩萬兩千七百點 在十二個星期之內 橫征時數內置的升幅有八千一百零三點 本來股市一直只是在高台整股跟消化 可是要是說指數分別跌圈十跟二十點線 那整個股市就會慢慢發展 成為一個調整的勢頭 當然所謂調整來說就等於說 經過八千一百零三點的上升 要是要回調這個升幅的三分之一的話 那不單是兩萬一千點會跌圈 可能後一個階段股市會下市兩萬點的支持 這個大家一定有做好這方面的心理準備 還有經過十二個星期的上升之後 要是股市進入一個正常的調整的話 不可能一天兩天就過去的 起碼一到兩到三個星期 也可能三到四個星期 其實從事實上來看 經過十二個星期的上升之後 股市要是出現一個正常的消化 兩到三個星期 基本是很正常的 由於整個股市在二戳已經出現不明 所以投資者現在最好還是先關門一下 當然抓過少的朋友問題不大 要是手錄像抓的股份是比較多 心裡有一點壓力的話 那風險管理真的是要做好一點點才行的 好了下個星期就說到這裡 你也不要說五到六個星期 還要是真正的 好多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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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蝶千 十五個星期 再聚佛